吉安乡公所是109年度全县唯一举办好人好事代表表扬的乡镇 帕号上午乡长游淑珍邀请乡内18位模范父亲 和13位好人好事代表拍照合影留念 他指出严富化身 可爱腼腆的老爸 与社区值得表彰的芳草人物共同合影 吉安乡公所为其客制化纪念的奖章以及全家府光碟 将在8月7号表扬活动后赠给受奖者留下甜蜜的回忆 吉安乡公所是109年度全县唯一有举办好人好事代表表扬的乡镇 7月8号上午乡长游淑珍特别邀请到乡内有18位模范父亲 以及13位好人好事代表来拍照合影 乡公所将会为他们制作客制化的纪念奖框 以及全家幸福光碟 让受奖者可以留下美好回忆 家里的严富要化成为我们吉安快乐的老爸 在我们的8月7号要来进行我们的爸爸节的表扬 我们希望每一位爸爸能够有非常非常幸福满满的父亲节 我们今天特别的提早照相 要为我们的父亲做一个各制化的讲框 来代表我们吉安乡祝福辛苦的爸爸们 父亲节快乐 吉安乡公所特别把与模范父亲的合照 做成每一张客制化的奖状还有感谢状 独具保存价值意义 同时在8月7号的表扬活动当天 也会赠送给爸爸及好人好事代表 刻上自己姓名的珍藏陶瓷杯 希望可以为今年的父亲节装点客制化节日 吉安乡公所也感谢所有父亲的辛劳 也希望让爸爸们有着永生难忘的回忆 谢旅会吉安乡报道